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张于芬 Christian du Motier 我是目前南加州台湾旅馆工会的会长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为各位我们所有的会员 来举办这一个春季的研讨会座谈会的活动 那今天我们在的场地呢 是在Costa Mesa 一个非常漂亮 而且有很多很多经典车款的一个叫Finish Line 停车的地方 那这里停的车子很难见到 非常的有趣 大家好 我叫做范耶瑟 这是我们旅馆工会的前会长 前理事长 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叫Finish Line Auto Club 这个club呢 总共有差不多三十几个owner 每个人都购买了一部分的club 它就像一个庞 每个人都购买 然后大家分享货币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车子 收集 你想听你所有的 自己的车子 你的车子 你的车子 这是一个很棒的club 你分享一些想法 分享一些共同意义 可能你的共同意义是 Ferrari Bentley Mercedes 你都可以找到很好的朋友 有同意义 同意义 因为我们是旅馆工会 我们请了Wilson 来帮我们讲演 这2023年最新的饭店旅馆的 这个买卖的趋势 现代人面对这个环保的议题 大家非常的重视 我们也请了Tina Tina Chen 她是从SCP 这个很特别的hotel group来的 那他们所有的二十几栋的饭店 全部都是green hotel 减碳绿能的这个环保意识 今天下午我们还安排了 南加州非常有名的律师 给我们这些hotel owner business owner 让他们知道这个信托跟基金 还有这个税法上的重要性 也有请到这个从Prudential来的嘉宾 为我们介绍退休计划里面 怎么能够让自己的退休的计划做得更好 也可能把这些退休计划 介绍给你饭店的员工 今天也请来了专业的室内设计师 跟我们分享最新的室内设计的理念 政府也推出了一些方案 来激励我们饭店的owner 能够去做节能的这个步骤 大家好我是李德阳 Terry Lee 我加入旅馆工会已经30年了 我做过三任会长 一任理事长 一直非常enjoy 在我们这个非常和谐的协会里面 我们也做出很多对社会的贡献 帮助我们的会员 那今天我们Chris会长跟Joseph合办的这个 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体验 同时我们也决定集合很多专业的知识 我们会重新把它放在我们的website里面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对大家展览一定很有帮助 我是Chu崔黄 我是我们旅馆工会的顾问 久久到2001的会长 我在旅馆工会学习很久 也参加过非常多的我们的seminar 这一次是最unique 最特别 而且也是功能性最好的 而且能够大家在一种很casual 比较那么不拘束的一个形式下 来办这个seminar 这是我们张玉芬会长 她当会长的一个创举 那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让我们都耳目一新 那这一次的seminar 非常成功 我比赞 你好我是旅馆工会 对2023年的护会长廖宾纯 Benson 今天的活动呢非常的特别 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会议啊 从来没有过在这个一个 类似像跑车协会的地方 看到很多特别的车子 非常enjoy今天的这个活动 还有我们今天的speaker 都非常的幽默 我们今天的内容也非常的有帮助 让我们对这个旅馆经营业呢 更是给予非常大的敬佩 大家互相分享之后学习非常的多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Galak 非常棒 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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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活动很开心哦 有很多赞助商 像华航还有Lion Insurance Brighton Management 然后我们还有华信银行 Morgan Stanley 这些都是我们赞助厂商 那今天这场活动 除了让我们自己的会员 能够吸收到专业的知识 我们也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新会员 能够加入我们这个旅馆工会 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Networking 从律师到专业的Designer 到银行 到我们这所有的Hotel的Owner OK Insurance 能够大家都齐聚一堂 让我们所有在美国的华人 能够藉由我们这个平台 做更多的资源共享 然后让我们更成功 事业做得更顺利 好